来看苏迪曼杯决赛战报的体育消息 中国队在自家门前上演的决赛中 以3比0横刷日本第11度爆走了苏迪曼杯 回顾中国队在本次赛事的表现 可说是功不可破 从小组赛到决赛仅点丢失一局 阔别4年再次问鼎冠军 苏迪曼杯决赛 中国占尽主场优势 世界第一男双组合李俊慧与刘宇辰 对阵世界排名第6的远藤大游与渡边友大 中国双塔进攻猛烈 连下两局击败对手 为中国队先拔头筹 第二场女单赛事 中国的陈宇飞与日本的山口茜 双方缠斗75分钟 山口茜与陈宇飞先后拿下一局 来到关键第三局 陈宇飞一鼓作气 打败日本对手 中国女单再下一分2比0 第三场男单赛事 日本派出世界一哥陶田闲斗 对战中国石宇齐 陶田开局就非常强势 拿下首局 来到第二局 石宇齐调整状态 加强了杀球落点的精确性 意气科成 扩大比分 逆转胜 中国以3比0横扫日本 夺得苏底曼杯第11冠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